首先的话我们简单 讲一下就是说 这个资料其实是来自于政府的开放资料 那当然你如果在Google打开放资料 其实政府就会有 非常多的资料 你可以在上面去找 那其中的话呢 我找到有一个资料 就是台中市的住宅窃道 这里面它公布105年到104年的相关资料 那这底下是一个铃铁 所以你们可以点击 那点击之后的话 这边就是政府的开放平台 你会发现它提供的资料这么多 底下其实就是下载的位置 网址就是在底下这边有一个下载点 那其中的话呢 它提供的这个位置 提供的那个类型 其中你可以看到 其实比较常见的 大概不外乎就是这三种类型 一种类型的话是CSV 一种类型的话呢 就是JASM 一种类型就是XM 那当然还有刚刚讲的HTML 这些都是网页上网路上常见的几种格式 OK 那如果说假设了 其实为什么从简单开始 因为HTML实在是相对复杂 那我们先从简单开始 那所谓的简单就是说 如果今天 这边有个CSV的载点 当然旁边有个检视资料 你可以点检视资料 那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网址在这里 OK 可是这个网址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用华蜀点它 它会下载 比如说你点它 好像它会下载一个CSV档案 在这边 有没有 那你可以把它开启 它会用那个 E-Sale 帮你把它打开来 可是打开来第一件事情 奇怪怎么乱嘛 OK 当然 第一个 如果你用华蜀点 可是问题 你一样的 就是你每次 如果要下载资料都用华蜀点的话 那假如说 当然如果它是两三个档案 还OK 可是它如果是两三百个 两三千个档案的话 那如果你还用点的话 那你要点多久 而且你今天点的 那如果更新资料了 那你明天还在点 那如果每天都在点 你用华蜀点 还永远做不完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今天呢 要把它 换成用Python来做的话 那我要怎么写 OK 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 Python 最大的差异 就是要写程式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 把它 从那个网路上抓取下来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可能你要注意第二个问题 你们发现刚刚打开之后是乱码 那为什么是乱码 我跟各位讲 因为如果它编码格式 假如它显示是UTF8的话 那UTF8在ECEL里面开启 就会是乱码 那怎么办 假设你不想它是乱码的话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呢 你要把它改 按右键 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那个记事本 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不过这个 这好像太大了 浴室好像没那么大 这个字稍微 说小一点 浴室好像 我把它改成16 OK 那你把它用记事本开之后 这边档案里面有另存尾 其实关键的地方 就是你只要把它存成什么 编码方式 存成那个AMSI 其实呢 它就不会是乱码 OK 这个的话 主要就是 因为 微软就是要跟 人家的编码方式不一样 其他的阵营都用UTF8 但是呢 他就是不要用UTF8 为什么 其实他可能 到底应该蛮简单 因为他想说 我Windows 我市占率这么高 你们全部加起来 都还没有我一加的多 有没有 市占率应该还有70以上吧 以前80 那你们全部加在一起 没有我一加多 那我为什么要听你们 跟你们一样 所以他就是不改 OK 哪怕是后来改 他也不是改UTF8 他是改Unicode的另外一个编码 的一个格式 他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 OK 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 因为 如果我跟别人一样的话 那势必我就不是老大了 所以我一定要当老大 老大就是不能跟别人一样 才叫老大 OK 所以你们可想而知 这个问题应该是目前来说 应该是无解的 为什么 因为不太可能说 我听你的或你听我的 所以如果把它存成这个NSRE的话 你再把它开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 刚刚是乱码的这个CSV档打开之后呢 那在那个NSRE里面就不会是办法了 OK 不过你想说老师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以后每次让他动手改 如果档案数量多的话 永远改不完 所以我们如果假设今天 不是要在NSRE里面开启 而是希望在Python里面开启的话 那该怎么做 第一个你先把它抓到 OK 那怎么抓 抓的话你一定要告诉他 网址在哪里 网址我知道了 第二个的话呢 那Python程式怎么写 其实很简单 首先的话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很多程式码上面都有 你可以看到在第二页这边 下载资料这下面不是总共有 总共四行程式吗 其实这个四行程式就是一个范本 这个范本的话你可以Ctrl C Ctrl C之后的话呢 可以把它贴到那个Spider 你就开一个新档把它贴上去 那放大的话就Ctrl加 是太小 Ctrl按住再按加 那缩小就Ctrl- 这个程式放大 因为那个Spider的编辑器 预设的字呢 有时候太小 要把画面广播一下 我看一下 以后我会把你们的画面广播 再来的话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范本 大概说一下 总共四行程式 这四行程式 第一个就是Import 只要你看到Import开头的话 有点像是我今天要使用 后面这个Request就是一个模组 这个模组的话 我刚刚讲过 反正在Python里面我觉得 它很多时候都是引用外部的 人家写好的相关程式 这个Request最大的用途 就是可以帮你抓网络资料 它其中的话 有一个方法叫Get Get的话就是说 刮符后面你给它一个网址 它就会帮你把 那个网址里面的资料 全部帮你抓下来 但是抓下来有个问题 它的编码方式 要用哪一种方式 我们知道是UTF8 所以我后面的话 Encoding 就是编码方式 那我就给它UTF8 当然未来如果说 它给的不是UTF8 比如说可能是微软的 那个编码方式 那就CP就为 那又改一下就好了 大概就是两种为主 其他目前看到几乎是非常少 一个是微软 一个是非微软 大概是这样 最后print的话就是把 我们抓到的这个资料 它其实最后会放在HTML的物件里面 然后这个物件里面有个属性 就是叫.test 意思就是说 我把网路上面那个资料 放到这个物件里面的这个属性 然后把它print出来 看到结果 就跟什么 在以色友看到的结果一样 所以 所以第一个 这个其实你可以把它放 当贩本 那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Gate后面有没有 这个双引号 目前里面没有网址 所以你可以做一件事 找到刚刚的那个 云端上面这个 这个网址在这里 这个网址点开来 那这边不是有个资料下载网址 对不对 你就把这个网址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我们刚刚的这个Gate后面双号里面 贴上 好 基本上就完成了 就这么简单了 OK 所以其实 所以写程式也没有差到哪里了 因为 因为 差别是说以前用滑鼠点 但是现在改成程式而已 OK 这个你可以把它 拿来当一个范本 记得贴对地方 就OK的 不要贴错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RUN一下它 RUN的方式还蛮简单 就直接执行 如果RUN完之后看到结果 它跑出来没有错误讯息的话 那恭喜你表示对了 不过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你RUN了之后 它假如说有出现这个错误的话 我看一下 如果你RUN了之后 理论上应该是不会的 它如果出现这个错误讯息 No module named request 那表示什么 你的那个懒人包里面 没有安装 这个request的模组 因为request这个模组 它不是预设就装了 你必须要手动装 我理论上的懒人包 我印象中应该已经装了 如果没有装的话 可能就是要手动再去install一下 如果你们等一下转转看 如果有同学 假如有那个no module 那个讯息出现的话 那我们再来讲 如果没有的话 那没关系 我们就直接来RUN OK 安装方式底下有了 细节我大概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RUN一下 那如果看到结果 是106年的 有没有看到 而且没有RUN 那表示是成功的 这个资料就被我们抓下来了 有没有OK 这个是106年的 好 那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各位试一下 这个资料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是在那个 0601的 第几页 第二页的这边 有个下载资料的这四行 那请大家操作一下 应该这样很简单的 Ctrl C,Ctrl V 那我是建议的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还是稍微背 稍微记一下 基本语法 最重要是那个 request.get OK get的话就是说呢 它把 网页后面是一个 网址里面的资料 帮我抓下来 那抓下来之后呢 会放在HTML的这个物件 这个变数里面 那这个物件变数里面 会有个属性 就是点test 点test 就是里面的资料 帮我把它抓下来 OK 所以你会发现 以前我们做的动作是点下载 那现在的话是直接用程式去跑 那你说有什么差别 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将来如果 如果你有大量的连铁要下载的话 你只要跑一个回圈 就自动全部都要下来 OK 那 再来的话呢 我们希望就是说 刚刚做完的东西 如果已经 下载 可是问题来了 那下载下来你会发现 我目前只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我把它print出来 但是如果我想要存档的话 诶?存档? 怎么存档? 你想说存档很简单啊 我们自己用手动 Ctrl C Ctrl V 那不是做一半而已吗? OK 不过如果你实在做不出来 你就可以先这样 那如果可以的话 就做整个的 第一个是把它列印出来 print出来 第二个我如果要存档 那以前存档你可能就是在以色列 以色列里面按存档键嘛 然后给它一个档名 那就保存 可是如果在python里面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要学会用到一个 方法 就是用一个所谓的档案物件 档案物件里面怎么样存档? 其实蛮简单的 三行程式就解决了 OK 其实在python里面 真的比起以前像java 真的c++ 简单太多了 三行程式 就帮你存好档 OK 怎么存档? 待会我们再来看 时间马上 好 OD D 谢谢观看